据新浪科技,京东集团发布内部信 宣布将投入超过4亿元 对春节坚守的一线员工加大福利补贴 该内部信提到 因京东成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独家合作伙伴 除夕夜将有近万名同事在坚守岗位 该信已回顾其过去一年其他成绩 包括旗下京东物流与港交所主板上市 去年前三季度外部客户收入占比超50% 以及2020年10月 京东提出三年内将带动农村实现3亿产值 截至2021年底已实现3200亿 有望提前实现目标 在人才方面 集团于过去三年 累计为应届大学生提供近4万个就业机会 今年仍将在全国范围内 在举行行业内最大规模 设超2万名高校毕业生的招聘 京东2021年截至9月底的第三季 GG期内收入2187.08亿元 按年增25.5% 业务收入分布方面 零售约1980.80亿元 按年增23.0% 京东物流约257.49亿元 按年增43.3% 新业务约57.32亿元 按年增33.3% 电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